快来看啊 这个鱼粮正在申请专利 真是震惊到我了 如果成功 那它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鱼粮 于是我问厂家申请啥专利 厂家说申请这个鱼粮的外形 我这个亲娘 这不就是传统贴片鱼粮掏个洞 厂家说你肤浅了 环形外观可以满足更多的鱼同时吃饭 我卡壳了好久才明白 意思是之前鱼粮只能吃外圈 环形鱼粮那圈也可以站上几条鱼 但我确实不服 鱼粮上打洞这件事 我上我也行 厂家说你又肤浅了 这个是双色铁片 正面红色是荤菜 反面绿色是素菜 荤素搭配你懂不懂 我这个亲娘 那我真不服 鱼粮拼色这件事 我上我还行 而且我搞左红右绿那更好 鱼儿左边一口肉 右边加口菜 那不是更鱼性化 大家说我这个能不能 也赶紧去申请一个专利 厂家说你又一次肤浅 素食比肉食好消化 所以先素后昏 更符合肠道规律 不胀肚 行 这个杠我是抬不下去了 但无论对错 水族圈能积极创新 并申请专利这件事 我觉得是好事 不然新品总被大量抄袭 在低价竞争 那可真是恶性循环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